我應該會直接打斷她 然後跟她說就是 就很最漂亮 類似這種 對不對 比較噁心一點的話啦 我會跟她一起聊那個女生 我會說 對喔對喔 她好正喔 但如果覺得她還好的話 她還說她很正的話 我就會生氣了 老公 前面那位女生很美欸 你覺得怎麼樣 哪裡 我沒看到啊 我們沒有看事 有啊 這樣就對了啦 嗨 大家好 我是饅頭 喔 終於要來到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節啦 今天我就特地來到 峽海城隍廟要來突襲路人 看看單身正在準備告白的各位 又或者是有另一半的大家都怎麼製造驚喜呢 同時我還有一個小小的任務 就是要請大家陪我一起接受 月老分校檢定考 陪我獲得證書 GoGo 想問一下你現在是單身還是有另一半 單身 欸 我現在有女朋友 我有另外一半 欸 單身 單身 五年左右了吧 我現在是單身 所以我剛剛去拜完月老 希望我最近告白可以成功 喔 我結婚了 結婚了 想要問一下叔叔阿姨 你們結婚多久了 三十幾年了 三十幾年了 那你告白前會先做什麼準備嗎 會想要怎麼打扮 要穿最喜歡的洋裝 然後要噴最愛的香水 那如果你今天告白成功 你會想要和他一起做什麼 我想要帶他去北海大 因為我很喜歡一部日劇 叫做初戀 我也有看欸 所以我想要跟他去那邊採點 你會一點日文嗎 會一點點 男朋友日文怎麼說 呃 彼氏 那友達以上戀人未滿呢 友達以上戀人未滿呢 欸 蠻厲害的欸 那你可不可以陪我接受一個小挑戰 很簡單的 好 好 那我們今天要接受的挑戰就是 巨匠教育的狹海戀愛分校 檢定考 OK嗎 好 好 那你幫我拿手機 那你幫我按前往檢定考 你考日文應該OK吧 可以 好好好 那你試試看 想像心意已久的對象告白 你準備已久的那句話是 我知道一定是這個 好 你按 教卷 好 恭喜你 謝謝你幫我完成這間分校的挑戰 分校 意思是還有其他分校檢定嗎 都是學日文嗎 不是不是 還有其他電腦相關的課程 但是如果你全部挑戰完成 你就可以領取戀愛證書 而且如果你報名巨匠教育的免費課程 你還可以拿來Points 那你會用這句日文告白嗎 會啊 當然會 好好好 那希望你告白全功喔 謝謝 那你有沒有曾經有告白的經驗 我會等他先問我說什麼 對他的感覺是怎麼樣啊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我想 我應該是喜歡你吧 嗚 這是什麼偶像劇橋段 就看電影的一個小包間 就看一看 然後就突然 他就問我說你覺得我們是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我就回問他 然後講一講就在一起了 假如今天你跟你女朋友去逛街 然後有一個很正的女生走過去 然後他說 欸 寶貝你看那女生很漂亮耶 你會怎麼回答 我應該會直接打斷他 然後跟他說就是 就你最漂亮 類似這種 比較惡心一點的話 如果我是打從心底覺得 那個女生真的很正的話 我會跟他一起聊那個女生 我會說對啊對啊他好正喔 但如果我覺得他還好的話 他還說他很正的話 我就會生氣 他說我比較漂亮 一定要說你比較漂亮 他說我說 欸 沒錯啊 他也蠻正的這樣 我不行 我不能解釋 只有我可以說人家帥 老公 前面那位女生很美耶 你覺得怎麼樣 哪裡 我沒看到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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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那邊 有畫的嗎 是嗎 是嗎 你看看 我們不開心 這樣就對了啦 那你們會因為什麼事情吵架嗎 寫的時候出去吃飯的時候 他都會叫我幫他拍照這樣 對不對 一定是他的手機要先吃嘛 對不對 因為他要發一些動態什麼之類的 偏偏就是 本人我的拍照技術呢 有一點差 所以我們就很常因為這樣吵架 而且每次排完之後 那個飯菜都是人 那他會不會要你幫他修圖 欸 他可能知道 就是對我這個腦袋在講 有點太難了 所以他寧可自己做這樣 事實上我今天有一個小小的任務 你陪我一起完成 搞不好之後你就會了好不好 來來來來 我們一起操作好不好 來 這個給你拿著 OK 先幫我點那個 竹木照咖這件 這一個嗎 對 然後按立即檢定 立即檢定 對 你都來到大稻埕了 讓我祝你一臂之力 欸GOLD SHOW我真的不會 考到我了 你不要 你要有點自棄 有點自棄好不好 我跟你說 可以召喚AR月老教學 你就點他 喔 這個嗎 對對對 好 沒關係 好 然後你要掃他 喔 這樣就有了是不是 這樣就有了 這樣就有了 對 內容感之可快速移除物件 開啟檢定考慮 Yes 欸 幫女友拍照卻拍到辣妹路人 哪個Photoshop工具能消去危機 嗯 用內容感之把辣妹移除 Yes 然後交卷 OK 好 恭喜你答對了 那我跟你說你憑這個頁面啊 你還可以跟店家 對 換一下獎勵 我再問你一個終極魔王題好了 OK 你剛剛有點狼狽 讓你扳回一層 你有說我今天好像變胖了欸 怎麼答 基本上我會跟他說就是 欸 沒有啊 哪裡變胖了 根本看不出來這樣 您就太瘦了 你要多吃一點 肯定是這樣沒錯吧 肯定這樣沒錯 就是以健康為主 因為還是喜歡那種 他的內在的個性 對啊 沒錯 好會講話喔 沒錯 他就說走 我們一起去運動 不會在乎說 他好像也覺得你變胖 他就覺得我變胖了 我需要有人陪我去運動 喔 老公 我變胖了 有嗎 沒有啦 還是很美啊 謝謝 好可憐喔 那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讓另一半很感動 可能香水吧 給他一個紀念心 有處於自己的味道 就是畢業之後找工作 然後很不順 因為剛好遇到疫情 家裡逼得很緊 然後也跟我爸媽吵架 然後有一天晚上就是吵到 就是我不想待在家裡 有點喘不過氣 他就從南投開車載我 到台中 然後載我跟他家 然後進一天 哇塞 欸他很有心欸 西西情人集要到了 你是一個會製造驚喜的人嗎 我會找一間好吃的餐廳 然後準備一個卡片 然後那卡片裡面 就會記錄我們的點點滴滴 每次見面都會帶水 帶水 對 為什麼 君子之交淡滷水 的那種感覺 就是出去玩都有東西喝 就是這樣放置 就是他準備好這樣子 很貼貼 求婚的時候還是印象最深刻 怎麼說他怎麼求婚 我們家住在大稻埕碼頭旁邊 然後他就在大稻埕火節的時候 跟我求婚 然後他就抓那個前十分鐘 讓我回到家 然後就看到就嚇到這樣 等到說你願意嫁給我的時候 然後煙火節剛好放 所以 蹭百萬煙火 很懂蹭欸 對 所以就很驚喜這樣 我女朋友他是雙魚座的 所以我就必須要很常製造一些 小驚喜給他 上個月滿一週年 所以我就製作一個 一週年紀念影片給他 但因為我本身不是很會撿 所以我就是特別騎車去林口 找我朋友家教我怎麼剪 那你不會擔心說看完之後 反應就是還好嗎 就再幫他買一個名牌包包給他 還買一個包 欸這個有聰明欸 那他最後看到影片的反應是什麼 他應該是有感動到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剪的還是沒有很好 那我告訴你 你可以暴名懼僵教育的剪輯課程 而且你只要在房間等女友啊 或者是排點網紅咖啡廳啊 你都可以隨時隨地就學沒有煩惱 可以考慮一下嗎 我可以考慮一下 那你之前有沒有曾經告白失敗過的經驗 就裝沒事繼續當朋友 看到跟別的女生在一起 沒事啦 你現在有這陣子也不錯 可能本身個性也偏害羞 就是為寫紙條的方式給他 好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們那麼久了嘛 有沒有彼此之間才知道一些小默契 我覺得應該是很知道 對方快要生氣 在那個狀態下 我可能就是要打哈哈啊 然後撒嬌啊 就是應對過去 你都什麼撒嬌 你小小的模仿一下 就叫他翔哥而已 知道翔哥就撒嬌了 我想跟他抱抱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說 我冷了 你說現在嗎 欸現在不會現在不會現在 就太熱了 可能晚上的時候才會吧 晚上的時候 沒有 都沒有 對 好那如果今天你教我一個男朋友 你會希望他怎麼教你 就叫我寶貝 就叫你寶貝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那你平常會怎麼撒對方 我都會去查那些 土味情況 那你現在來一個 寶貝我今天頭好暈 我覺得我應該是 想你想過頭了 好 親親歐抱抱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知道今天是 世界親親日嗎 有這種節日嗎 有 你自己查 Google查 那他就會真的親你嗎 我自己去親 哎呀 妳好漂亮喔 哪有 妳今天好美喔 哪有 其實都是我逗他 妳怎麼逗他開心 比如說一打開門 親愛的你回來了 好漂亮喔 這是我每天都會說的話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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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這邊結束啦 謝謝大家陪我一起參加 戀愛檢定考 有些人的答案出乎意料 但有些人可能就是要補習一下了 然後大家來大稻埕玩的同時 也可以來參加 巨匠地恩間分校 狹海戀愛分校的月老檢定考 啊他總共有六題 然後很多都是大稻埕的在地百年老店 來逛的同時 也可以和心裡的對象一起來玩玩看喔 邊邊想知道 我們下次見 巨匠地恩間分校營業中 咖啡廳 理髮廳 公車站都是學習場域 學習就該有自己的節奏 學習外語 學習電腦技能 成為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伴侶吧 戀愛分校就在 俠海城隍面積附近商圈 請起至八月十一號 完成檢定考 商家還會提供獎勵喔 等你一起來挑戰 還有更多免費的課程可預約 立馬約起來 安妞 那接下來情人節 有疊鬼嗎 有啊 你們都怎麼製造驚喜 就給他一疊就好了 喔 欸我喜歡 那今年有一疊嗎 今年八月 八月你有沒有說老公 有沒有已經很多疊給他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美金 我要美金 好 不然因為 你們這麼恩愛三十幾年對不對 我們對著鏡頭 互相告白一下好不好 我先共和 親愛的我愛你 我更愛你 我覺得 我覺得我好像先離開了